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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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為何會做血匠DNA尋斷技術 其實那時候我就在英國讀醫科的時候 做婦產科 就學到關於診癌診斷的東西 而當時做診癌診斷就有些有入侵性的技術 好像抽羊胎水一樣 但每一次你做都會對嬰兒有些危險 所以我作為醫學生就想有沒有辦法 是可以發展一個方法是沒有這個危險 結果就用了二十多年時間 就是用血漿DNA來測試嬰兒 然後我發覺原來除了嬰兒會流血漿 原來有癌症也會 所以這個技術有發展用來預測癌症 關於做這個研究有什麼挑戰 有什麼難度或者你所說的卡關 其實開頭我就想在媽媽的血道 找嬰兒的細胞 因為全世界都會知道 是DNA的細胞裡面 但那樣東西最難發覺原來媽媽的血裡 是很少嬰兒的細胞 所以結果在那裡卡住了八年 然後八年之後我就開始想 會不會其實不應該看細胞 是應該看細胞外面有沒有DNA 結果發覺原來細胞外面 在血漿那裡是有大約10%DNA是BB的 那裡就叫做過了第一關 然後第二關就是 我就想用這個技術可不可以用來診斷唐氏狀合症 而唐氏狀合症在細胞裡面 那些掩飾體的數量多了 但我這個技術最大的不同 就是它沒有細胞的 是在細胞外面 那怎樣在細胞外面 而推斷細胞裡面有多少個掩飾體呢 那這個是第二關 那這第二關又用了十年了 其實每次有一個挑戰有一個難度在那裡 那我就會想是不同的方法 要怎樣去解決它 就是譬如我就是講唐氏狀合症的問題 那我就會想在媽媽的血裡面 BB有什麼特質呢 就是她的DNA和媽媽DNA有什麼不同呢 有什麼用那個 有什麼儀器有什麼技術去做 那我每樣東西要做 那結果是做了可能十樣不同的東西 那結果發覺有一個技術是可以的 就是我覺得其實最重要就是要 英文說不要離開任何的stone unturned 就是不要有任何石頭 你沒有揭開看看樓下有什麼東西 那我覺得其實找靈感 很多時候是跟別人聊是很重要的 那就是很幸運地 就是我二十幾年來 就是有一個很好的研究隊伍 那我經常都會跟他們brainstorm 大家是bounce idea 那也有另一件事我發覺很重要 就是要令到自己的心態很relax 就是我喜歡做其他不同的活動 比如去看電影 去旅行 甚至在家外走 無緣無故就會看到某些東西 就會想到一些跟研究有關的想法 就是這樣去解決它 都沒有了 因為我覺得一研究我興趣 那其實最終的解決 其實只是 你可以說不是說 所有的東西 就是不是那個b all and all 就是不是那個 而是中間的過程 其實我都享受的 雖然你最後的解決 是很後才來到 但其實每天 你都會學到一些東西 例如我試一下方法A 方法A不合理的 那起碼你也知道它不合理 然後你又想一下為什麼它不合理 而令到你去想方法B 那我覺得做研究 家人的支持很重要 那因為其實 任何重要的研究 通過是難的 如果難的研究 有時可能二十幾三十年 其實是比比皆時的 在我自己來說 幸好我太太也是科學家 她是物理學家 所以她都明白 其實做研究那個 用的時間 或者那個耐心 和那個要集中的程度 所以她明白的 還有我爸爸 也是醫生來的 他都會明白 我們做這些醫學研究 最後能夠利用到那個患者 所以 很感謝我家人的支持 那跟我家人就是 很感謝他在這 這麼多十年 是對我的支持 是我父母 讓我去英國讀書 又讓我畢業了 做醫生之後 也都暫時不做著 去讀過PhD 還有我太太 我結婚是二十六年 那麼多年來都支持我 譬如我去很多Conference 她都讓我去 也都不會抱怨我 我感到很快 你也都不會 我感到很快 就要我 我放了 這個 我們看 快點 走 走 走